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解第八课 那在讲解第八课之前 同学可以先看一下第八课的课文的标题 好,我们一起来念 这一课的标题是 To bribe or not to bribe That is the question 那看到这一个标题呢 老师就会想到另外一个莎士比亚 非常非常有名的句子 我相信同学大概也听过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那这句话呢 这句话的意思呢 是要存活还是毁灭 就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好,那就是莎士比亚非常有名的 这个经典名言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课文的题目 To bribe or not to bri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要做这件事情 还是不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好,那同学到底这个bribe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好,如果你不知道 bribe是什么意思 那同学你可以先看一下第一段 好,同学可以先翻到124页 好,看完第一段 第一段它是提供一个范例 好,It's a case of bribery 好,bribery呢我们看一下 其实可以知道说它一定是这个bribe的这个名词 好,那你看完第一段之后呢 这个案例你可以推测一下 到底这个bribe是什么意思 好,那老师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好,请你先看一下第一段 看完第一段 想想老师的第一个问题 What does bribe mean? 然后我们再来一起核对答案 好,所以同学在看第一段的时候呢 可以先按,请把影片按下暂停键 然后思考看完之后 思考完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 你再按play 我们再一起来核对 这个bribe的意思 好,那两分钟给同学看一下第一段 好,思考一下bribe的意思 好,同学 那你看完这个第一段之后 你可以告诉老师 What does bribe mean吗? 你可以推测吗? 根据第一段 可不可以推测出来? 嗯哼, yeah 这个bribe呢 means to make someone do something for you by giving them money me or gift 好,ok 好,所以这个bribe呢 其实在中文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贿赂 好,那再来呢 再来这个用法 我该怎么用呢 我该怎么用这个bribe呢 它的用法 我可以这个 贿赂某人做某事 贿赂某人做某事 Brib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或者是我拿什么东西 贿赂某人 我可以说 a brib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好,我们可以这个collocation 好,bribe collocation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来看课文的细节咯 第一行 in a cafe,a man and a woman who have finished discussing a document are about to leave 好,在这边呢 句子比较长 但是看到这个比较长的句 同学比较紧张 我们其实就是先看一下 这个主词 我们先把句子的主词 还有基本的动词找出来 好,剩下的再去拆解 它的形容词 子句的部分 好,所以这句话的主词 是a man and a woman 动词are about to leave 好,这边的are about to be about to呢 好,其实就是这边的 be going to are going to leave 将要离开 那这对男女呢,怎么样呢 who have finished discussing a document 刚刚才讨论完一份文件 好,讨论完之后呢 他们正要即将要离开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好,这边呢,有一个片语 好,look forward to 好,look forward to 它这边,它是期待 好,我非常期待跟你合作 好,那这个片语呢 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是这个to 好,这个to呢 它其实是不定词的to 好,对不起 这个to呢 它是介细词的to 好,所以它是介细词呢 所以后面碰到的动词 我们就要变成 我们要加ing 好,加ing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谁 is the man 好,这个男生说 好,在英文里面呢 我要引用人物的对话 好,我常常会将这个动词 譬如说say,ask 或者是think 这类动词呢 我们会放在这个主词的前面 好,成为导装 他就拿出这个信封 然后呢,把这个信封呢 推到这个桌子的另外一端 好,这个it 指的就是这个envelope 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代名词 我们都要去知道说 这个代名词指的是谁 这个it在这边指的是the envelope OK,what's this? what's this? ask the woman who seems to be a government official oh,just a thank you get beings the man 好,只是这一个谢礼 好,就是一份谢礼 然后这个男生呢 很开心 就是笑了 好,picking inside the envelope the woman sees it started with cash 好,这个picking的意思呢 好,就是 嗯,就是偷瞄 好,透过这个小空隙呢 偷看 好,所以看到这个 amelt到这个信封里面呢 他看到他充满着 就是装满着这个现金 好,同学我们看一下这句话 picking inside the envelope 在这句话的 你觉得这个主词 好,这个主词应该是谁 who picks inside the envelope that's right so the woman the woman picks inside the envelope 好,那个再给他一个连接词 when she picks inside the envelope 好,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前后主词相同 省略主词 省略连接词 然后动词主动ing的分词构句 变来的句子 好,再来 the woman sees it started 这个stopped是被词 装满 好,这个its呢 这个its老师刚刚有说 我们看到这个代名词 我们都要很清楚 要知道说 它到底代替的是谁 好,所以这个its sees the envelope 看到这个信封 这个信封呢 是被装满着现金 好,这个sees 这边有一个这个句型 see加o加oc 加受词加受词补语 当我们受词跟受词补语呢 如果是主动 我们就是安居 如果是被动呢 我们就是用VPP来表示 好,看到他这个信封是被人们装满 好,被这个男生呢 装了这个现金 好,所以被动词 所以我加上VPP OK I can't accept this She replies It's not how we do business here 他就说 女生就说 我没办法做 我没办法接受 这样的贿赂 因为我们在这边 不这样做生意的 好,所以我们这个第一段呢 A case of bribery呢 就是很清楚的知道 A man tries to bribe a female government official but she refuses it OK 好,那再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第二段 好,在看第二段之前呢 同学 同学想一下这个问题 我老师问的第二个问题 What is bribery associated with in English 在英文里面呢 这个bribery通常跟什么会联想在一起 好,那第二段比较短 所以我们就是用一分钟的时间 好,同学看完第二段 然后呢 帮老师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找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核对答案 也是一样 同学可以先按下暂停键 好,同学看完这个第二段之后 可以告诉老师 What is bribery associated with in English 对,答案在这边 通常呢 这个bribery呢 It carries negative meaning 它是有负面的哦 所以在英文里面 bribery这个词 它是负面的意思哦 而且通常是跟谁联想在一起 对 This honesty and correction 好,不承许 而且这个是腐败 的负面的意思联想在一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文的细节 offering money as portrayed and the dialogue would be similarly similarly disapproved of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好,这边也是句子有点长 我们也是想先找出主词 跟真正的动词 好,我们的先可以先猜出它的这个主要的意思 好,所以offering money 好,所以offering money 这边是主词 would be 这个是动词 好,similarly disapproved of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会在其他的国家呢 同样的会在其他国家呢 不被 不被赞 不被赞成 好,就是被反对的意思 好,这边有个片语 be disapproved of 反对某一件事情 好,被反对某一件事情 好,这件事情是被反对的 那我如果同意某一件事情 就是approve of something 好,那再来这边呢 有一个as portrayed 好,提供金钱呢 就如同刚刚对话里面被描述的 所以这个as portrayed呢 其实就是如同描述 好,如同刚刚对话被描述 所以这个portrait我也可以换成 as described 或者是as mentioned 好,那老师呢 要讲一下这个as 这个as在这边呢 它是比较特别的用法 在文法上面呢 我们把它称为这个准关系代名词 那同学学过的关系代名词呢 它的功能其实有两种 关系代名词 它一定会有代名词的功能 对不对 那关系 关系过名思义就是两句话在一起找关系 它就是有连接词 所以准关系代名词呢 它也是有这个连接词加代名词 但是为什么它要加上一个准呢 这个意思呢 就是它其实就有点像是这个 我们有准大学生 或者是准妈妈 就是你几乎跟这个是一样的 跟后面这个名词划上等号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异 所以像我们的关系代名词呢 我们都是放在这个先行词的后面 对不对 我们来修饰我们前面先行词 可是这个准关系代名词呢 它放的位置就不一定 它放的位置就不一定是在这个先行词的后面 它可以放在一个句子的前面 或者是放在句中 所以它这是它跟关系代名词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 所以呢 老师给你这两个例句 你可以思考一下 As you can see the vaccine reduces your risk of infection 就如同你所看到的 就如同你所看到的 这个疫苗呢 可以减少这个感染的风险 好 这个呢 see呢 这个see呢 它是这个急误动词 对不对 所以as这个准关带呢 代替谁 它当成see的授词 它代替谁 它代替后面的这一整件事情 好 就如同 就如同你所看到 这个注射疫苗 可以减少你的这个感染的风险 好 所以这个as you can see 这边是就如同你所看到 好 那再来我们看第二句 as expected the vaccine reduces your risk of infection 就如同被预期 好 请问是什么东西被预期 没错 就是我后面这个句子 好 在后面这个句子 that the vaccine reduces your risk of infection is expected 是被期待的 好 那这个准关带呢 我就是用这个as 来代替后面这一整件事情 这件事情被期待 好 那在这英文里面呢 准关带后面的b动词 也可以被省略 所以我就可以 我也可以说 as expected 就像是我们课文这边 as portrayed 其实我们写更清楚一点 就是as is portrayed 但是我的b动词 可以被省略 就像是as promised 就如同被承诺的事情一样 ok 好 这个是准关带 在比较特别的地方 好 in English bribery is the blanket word which labels such incidents and carries negative associations of dishonesty and corruption 好 所以这个bribery呢 这个是这个blanket word 这个blanket在这边呢 它不是地毯 不是毛毯的意思 它在这边是形容词 它表示这个总挂的 总挂的或者是全面的 所以blanket word这边 我们把它翻成这个广义词 bribery呢 是这个广义词 被标示在这样的事件上面 好 所以这个blanket 我还可以再给你一个 这个其他的用法 比如说这个blanket ban 一个全面性的禁止 所以举例来说 the government imposed a blanket ban on dying 所以现在政府呢 全面的禁止 就是在餐厅里面用餐 对 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OK 好 那我们第二段结束了 好 那我们在进入第三段之前呢 也是一样 同学 老师问了你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what are the other translations for bribery in other countries 好 那同学也是一样 老师给你 这段比较长 所以老师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然后请你帮老师看完第二段 然后帮 看完第三段 然后陪答老师这个问题 在这个其他国家 bribery呢 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诠释 好 两分钟 好 来同学 所以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国家里面呢 这个bribery 他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对 答案在这里 these would be translated into phrases such as given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给这个感谢的象征 或者是donating only money 或者是我捐赠这个油钱 好 所以答案在这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咯 好 never did this the practice is still accepted or even expected elsewhere 好 刚刚我们在这个第二段 在英文里面 这个bribery 好 是这个负面的 对不对 负面的 大家就是 所以负面是不是不太赞成的意思嘛 好 可是我们在第三段开头 我们看到这个never did this 好 never did this呢 这个转成词呢 它其实就等于however 然而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然而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其实我的语气是有一点转了 第二段呢 我们说这个是不赞成的 是负面的 可是 所以我看到可是的时候 我可以预期 我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虽然它不好 但是还是有一些国家 接受这样的这个做法 好 所以确实是这样子咯 好 the practice is still accepted or even expected elsewhere 好 再来 in contrast to English some other languages employed words and expressions for bribery which reflect different cultural attitudes in contrast to 和什么什么相比之下 和英文相比之下呢 还是有其他的国家呢 用这样的这个employed 是use的意思 us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or bribery 来反映不同的这个文化上的态度 好 或者是呢 这个in comparison to English in comparison with English 好 可以做这样的替换 好 来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these would be translated into phrases 好 这一些呢 这个this 老师也说咯 你看到这个 这个单名词 或者是单名词 这个是指的是谁 什么东西会被翻译成这个片语 嗯 没错 在这边 好 它这个指的是 words and expressions for bribery 在这里 OK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咯 Hence the businessman above 因此呢 这些生意人呢 可能很自然的 就会相信呢 他的这个礼物 就是对于呢 我要去谈 我要去谈我的案子啊 谈生意呢 可以更顺畅 更顺畅 有帮助的 他的这个 贵落呢 是有帮助的 Be helpful in 是在什么地方上 是有帮助的 对什么东西 是有帮助的 好 在supposedly 好 supposedly 就是应该 还可以创造出 双赢的局面 好 我们就给一个例子咯 for example he might be paying the government official to grant the request for manufacturing a useful product 他可能就会 就是负 或者是贿赂 我们的政府官员 去 grant the request 这个grant 其实就是 agree 或者是allow 他希望这些政府官员呢 可以同意他的请求 好的 请求是什么呢 for manufacturing 可以生产一个 有用的产品 可是这个产品呢 在他的国家 却是不被许可的 the business man's company will make it and then sell it to customers 所以这一个生意人呢 的公司呢 就可以成功的 生产它 这个it 这个it 指的就是 我们的 a useful product 这个产品 ok 好 and then sell it to customers 这个it 指的也是这个 product ok 好 来 再来 who also get hold of something they want 消费者呢 这个负责消费者 同样也可以得到 他们想要的东西 好 elemental the government's official would regard the bribe as a bonus for services provided 好 因此呢 在中间呢 这个政府官员呢 会试这个 这个 贿赂物呢 当成是一个 当成是 当成是他自己的 分红 这个服务费的分红 服务的分红 所以这个 services provided provided的这个 前面省略了 which are the services which are provided 被提供的服务 好 这边有个片语 regard a as b 视 a为 b 视 a为 b的 其他的写法 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c a as b view a as b take a as b 或者是 think of a as b look upon a as b government's official would think of the bribe as the bonus 好 这个用法 甚至我也可以用 这个consider 但是呢 consider这个用法呢 它跟这个上面的动词 又不太一样哦 是因为consider呢 我们通常就是 consider a to be b 然后to be 可以被省略 所以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说 government's official would consider the bribe a bonus 我们就不用 饿死这边 所以饿死被省略 OK 好 那我们再进行第四段